今天会有特别来宾来到中正国校 他们可是花了很多钱才能来到这里哦 他们究竟是谁呢 而他们又为什么会来呢 现在就跟着中正小记者来看看吧 这些小朋友就是远从香港来的 他们是梁姐花国校的管弦乐团 今天他们就为了早上的音乐交流活动做准备 这个交流主要是让他们和我们的国校能彼此学习 让彼此都能更进步 用另一边的老师再开会互相讨论 交换学习的心得和重点 这次他们的光顾请了专业的摄影师 也请了很多贵宾 连新北市议员也来光顾呢 让我们来看他们的演出吧 在表演的小朋友都非常认真 指挥的老师也非常用心 为了就是能把最好的一面献给观众们 而这次学乌处也特别请了六个班级来观看表演 每个观众都看得目不转睛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 在观众眼中他们的表演怎么样吧 请问这场表演你觉得好不好看 我觉得非常不错 然后而且那个音乐能够让我们两岸的结合 我觉得这场表演非常成功 这个活动在观众的眼中 也许只是一场精彩又专业的演出 但在老师们的眼中可惜有更特别的含义哦 这季老师们希望他们有什么进展呢 而活动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就让两边的老师来告诉我们吧 希望我们中正管弦乐团的小朋友呢 经过这一次的两校交流之后 情意可以越来越进步 可以有机会让他们可以做音乐的交流 看看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 让他对这个音乐呢 再进一步的认识了 然后再看到对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帮助 或者看了解一下台湾这边的 这些音乐的有什么不同 这些老师努力筹办 进行策划 为了就是让小朋友能互相了解和认识 让小朋友在音乐和尝试上 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而这次来这里表演的小朋友 又有什么心得呢 我觉得这里的正中学校很好 因为他们的音乐和我们不像 像下 我希望这里有很多的厉害的音乐 原目出现 这次的表演相当精彩呢 不管是老师或小朋友 也都觉得很开心 而学校老师也预计 六月底的时候 要带中正国小小朋友去香港哦 希望透过这些文化和音乐的交流 能增进彼此的认识与实力 最后也请他们的校长为我们说几句话吧 其实这次我们香港信德联谊总会梁杰华小学的管缘乐团 来到你们中正小学国民小学那里 希望就是透过这次活动 就欣赏彼此的演奏 进行观摩的 也希望他们因为这次难得有机会合奏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可以增加他们音乐上的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其实因为两地的小朋友呢 文化不相同 在音乐的成长上面呢 可能都会有差异 在两地的交流过程里面 可以除了音乐方面呢 可以在畅艺提升之外的时候 亦都是在两地的文化方面都期望可以互相认识的 当然如果是同台合奏的话呢 一致难得的机会来说呢 更加希望他们更加有得益 在这方面呢 最后我们就很期望呢 是你们呢 中正国民小学六月份的时候呢 来我们呢 香港那里呢 回访我们的学校的 很欢迎你们 多谢